如果你的女友发朋友圈只配了三张图,你会怎么做? 今天要讲的这位大哥,因女友发朋友圈只配了三张图,他就果断报警,并且认定女友已经遇害。 警方起初确实怀疑大哥疑心病太重,殊不知,正是大哥的心细如斯,揭开了一起残忍的谋杀案。 白天不懂黑的夜,袁宗陪你看世界。 时间,2018年2月5号下午3点,地点,吉林省公主岭双龙镇。 辽原宠物医院的贾武松,与身在公主岭开鞋垫的女友金莲每天都要包电话中,一天不包有如全身蚂蚁在爬。 然而,这次贾武松却一直未能拨通女友金莲的电话。 他和这个每天有发视频的习惯,早上起来互到早安,中午问吃不吃饭,晚上下班。 而,贾武松与金莲是在网上相识相知并相恋,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长,但贾武松却对金莲疼爱有加。 这大半天打不通金莲的电话,贾武松寝室难安,干脆从辽原打车风尘仆仆地赶到公主岭,然而金莲的鞋垫已经关门了。 贾武松指的用微信跟金莲打视频电话,然而才响了两声,微信就被强制挂断。 这就奇了怪了,中午还聊得有滋有味,这才几个小时的功夫怎么就不理人了。 突如其来的变数,让单身四十年的贾武松心里像猫抓一样。 晚上八点钟金莲好歹是回了一句,说是要出门几天,还让他别管。 这样硬邦邦地回复让贾武松感到头很大。 正当贾武松在不停反思自己在交往中的过错时,金莲在朋友圈里发的一条动态让他感到是有蹊跷。 这条动态有两大疑点,第一,金莲平常配图必须是六张甚至九张,记得金莲曾经说过,六张九张才最美。 第二,图片上的这双鞋在店里仅此一双,是金莲曾经表态要送给贾武松的,如今公之于众是要受处门。 就凭这两条,贾武松觉得金莲一定是出事了。 于是,2018年2月6号,心急如焚的贾武松走进局子报案,听了贾武松的陈述,侦察员与贾武松一起来到金莲的鞋店进行勘查。 当他们赶到鞋店时,金莲的父亲已经先一步打开了卷帘门,但老父亲告诉侦察员,内门并没有上锁,然而金莲平常绝对会先锁内门再锁卷帘门,这里面肯定有蹊跷。 然而蹊跷的还不止于此,走进店内,虽然黄眼一看各种鞋子摆放整整齐齐,但稍有歪曲的货架,以及后门被撕烂的用于预寒的胶膜,这都说明不正常。 另外,金莲平日里随身携带的包包都还在柜台里,钱包里一分钱没有,连身份证银行卡都不知所踪。 除此之外,金莲平日里穿的外套也是草草搭在鞋架上,这根本不是金莲的风格。 金莲的父亲说,金莲离开家时穿的就是这件外套,他店里也没有其他衣物,天寒地冻的吉林,不穿外套出门一秒钟给你冻成人棍。 侦察员此时也感到金莲极有可能已经遇害,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,刑侦技术人员很快赶到现场进行细致勘察,然而足迹上却没能提取到有用线索。 卫生间里发现的贴身女士保暖裤里找到一头胶带,另外卫生间的地上还扔着一双黑色的男款就运动鞋。 与此同时,负责调查金莲社会关系的侦察员传来消息,原来金莲38岁,他原本有丈夫,只是分居三年,正在闹离婚而已,但贾武松确实是单身。 只不过贾武松对金莲的过往并不知情,侦察员还了解到,金莲性格外向,喜欢结交异性朋友,贾武松只是众多男性朋友当中的一枚。 金莲的消失是否跟他众多异性朋友有关呢? 侦察员调去周边监控后发现,金莲在2月5日早上9点进店开始营业,中午12点金莲父亲离开门店,下午1点钟一名身穿黑上衣黑色鞋子的男子鬼鬼祟祟地进入了门店。 下午5点半,黑衣男子走出门店后,一脚踹下卷帘门并上锁,随后快步离开。 直到黑衣男子将门上锁都未见金莲出来,而店内的后门一直处于封死状态,金莲也不可能从后门外出。 换句话说,此时的金莲应该还在门店之内。 继续查看监控,晚上9点多,诡异的黑衣男又再次出现了,只见他滴溜着一只巨大的行李箱在那里开门,很快他便提着行李箱进去了。 15分钟后,黑衣男吃力地拖着行李箱走出门店。 他来的时候滴了这个旅行箱,非常轻,一只手轻轻地就给滴了进去了。 等他走的时候,这旅行箱非常沉,两只手滴了下台阶,非常费劲。 打案粉们恐怕此刻已经有结论了,没错,这小子一定是将金莲塞进行李箱运走了,那他要将金莲扔到哪里去呢? 监控发现,黑衣男在路边打了一辆出租车。 警方立刻对全城出租车司机进行调查走法,终于,一个第一个师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。 前天晚上就把这儿拉到这儿了,对,就拉到这儿,我改对面下一车,那车也是停到这个位置,下车的,下车往哪儿走,我就没太注意,因为下车那天天也是黑,然后下车,他关车门,我开车我就走了。 那是哪儿拿东西了,拿东西了,拿个皮箱,他上车的时候,他往车拿的时候看着了,回头瞅了,什么样的皮箱呢,挺大的皮箱,挺高的,大皮箱。 低哥师傅当时也是很好奇,黑衣男的大箱子里是啥,黑衣男告诉低哥师傅,箱子里装的是帮人家买的一百多斤奔猪肉。 低哥师傅还纳闷,谁会将猪肉装在一个那么新的行李箱里。 这不白瞎了吗,由于出租车停靠的位置是秦家屯附近,所以警方立刻将秦家屯纳入了重点走访对象。 然而走访并没有太大效果,但是警方将监控拍到的模糊的黑衣男照片, 拿给他下车附近村子的治安员进行电认。 根据治安员的判断,警方初步锁定了四个可疑男子。 就在这时,负责调查金连网络通讯的民警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, 他们发现,2月5号下午4点多,金连向一个名为秦屯亮哥的微信号转账2600元。 与此同时,负责监控视频跟踪的民警有了重大发现, 他们通过对黑衣男下午5点半离开门店时进行追踪, 发现他打了一辆出租车,并来到一家超市购买了一只大号粉色行李箱。 很幸运,收银台的监控录像非常之清晰,黑衣男子的面貌被拍了下来。 上系统一查,该名男子名叫徐门庆,而他的微信号就叫秦屯亮哥。 身份确认后就好办了,他跑他追,他插尺难飞。 2018年2月7日晚,警方在双龙镇将徐门庆活着。 在徐门庆的指认下,警方赶到徐门庆家的仓库,找到了金连的尸体。 在哪里给人整来的? 东里,啥地方? 温城啥呀,哪一房子? 卖鞋的。 鞋店是啥名? 鞋业吧。 他是咱是干啥的? 卖鞋的。 卖鞋的。 他是服务员还是老板? 老板。 他自己开的。 你俩啥关系? 同样关系。 扯远点少点。 什么朋友? 咋样呢? 吃醋是有瑕疵的。 吃醋是有瑕疵的。 啥的事? 吃醋是有瑕疵的。 瑕疵了。 那么,徐门庆为何要丧心病狂地杀死金连呢? 皮裤套棉裤,必定有缘故。 徐门庆交代,他自己有妻子,跟金连也是异性朋友关系。 认识不到半年,二人就展开了大比武。 也为快过年了,自己的兜里比脸还干净。 于是在案发当天,他就想着找金连借点钱。 面临春节的时候,手中结局没有钱过年,还想过个好年。 他知道是开鞋垫的,每天卖货都会有一定的现金。 他就想到了,对熟人作案会减少很多的戒备心。 案发当天,徐门庆带着胶带和绳子就走进了鞋垫。 我也不是说特意非得就绑他,要不说怎么呢? 因为他跟我俩动手动脚,又妈妈自自的,我才绑着他。 绑住金连以后,徐门庆就提出要借钱,并扬言如果不同意就掐死他。 在徐门庆的威胁之下,金连不得已转了2600元给他, 还将钱包里的2200元也转给了他。 然而徐门庆却说,打发要饭的嘛。 今天你必须还得拿5000给我。 金连这下也怒了,打死不同意徐门庆的要求。 结果,徐门庆真就当场掐死了他。 随后,徐门庆不慌不忙地将收银台里的所有钱财洗劫一空, 就连金连的手机也一同顺走。 当天你从他们一共拿出多少钱? 5000多一点。 出了几个事,很想出点什么? 我一独说的就是,就是家人那方面,或者说的家人那方面, 就是说的挺对不起他们的。 毕竟我一个人一举衝动,回了两下,挺对不起的。 至此,案件得以侦破。 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,要恪守道德底线, 交朋友千万要擦亮眼睛。 晚安,马卡巴卡。 晚安,元宝们。